万宝龙 今年推出了睽違十多年的潜水表作品 而且一上市就杀出重围 卖到缺货 可以说非常的厉害 同时这一款潜水表 也象征着万宝龙终于成功跳脱 他们传统的商务形象 成为一个更年轻 更有运动风格的万宝品牌 这一集我们就请到专业表评人Kill 来为我们解说万宝龙的全新潜水表 还有他们品牌风格的转变 对,其实万宝龙潜水表真的是隔了相当久没出了 睽違了超过十年之后 再回到潜水表这个很竞争很热门的一个领域 他们是拿出什么样的东西 其实这一款你先看规格的话 它是蛮符合现在就是在市面上 同价位产品的一个标准的 比如说它防水300米 比如说它有套丝表圈 比如说它的链带的那个带口 其实是可以微调长度的 甚至它这款的话还有做快材表带 就是你可以直接换它的胶带上去这样子 对,然后它一样有通过ISO6-125这样子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 非常标准的一个规格在那边 然后再加上它的价位其实定价并不贵 所以其实你从CP值来看的话 其实它在市场上面算是蛮有竞争力的 好,那如果我们先看设计的话好了 它这款它整体的一个总和的设计来看的话 其实算是一个蛮经典的潜水表的样貌 要突出的其实是在一些细节的部分 那细节的话其实大家第一眼一定会注意到 就是它的面盘的部分 因为它这次的话它就抓出了就是冰川这个主题 因为就跟他们就是1858整个系列就是高山探险 这个液体的话全部都是连接在一起了 它把冰川都抓出来做它的面盘这样 那可是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你看说 对,你看到面盘的时候 你大概想到说 啊,这个是呈现一个冰川的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样貌 可是实际上它的做工的话 其实你只是了解一下它背后的做法的时候 其实它比你想象中的要细腻的蛮多的 像它这一次的做法的话 它就是说,好,我们材质的话都是黄铜嘛 它黄铜上面的话可能先用雷射 做出上面你看到最深的颗纹 它就那种冰晶的纹路这个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用了一种 他们说是一种古法叫做刮膜 刮膜这个东西其实我稍微了解一下 它具体的做法是变成说 好,我今天可能就是我一次可能 五块差不多吧 我就把它铺在一个木质的板上面 然后上面我可能加了一些 类似研磨液或者是研磨材这样子 那我拿那个小刷子 我就一片一片这样子就叫小圆去刷 它那个刷的话其实不是刷什么很深的纹路 它是刷出一种比较细的质感 然后这上次的时候可能还要注意 因为上面已经有很深的纹 已经有纹路已经有质感在上面了 你上的时候不能上太厚 要会把那个质感盖过去 然后都上完了之后呢 最后可能在这种蕾蛇 应该是类似蕾蛇的方式吧 再做上一层白色的 像是云雾一样的感觉 它这个面板在做完 其实整个工序其实算是非常的复杂 尤其是刚刚提到说刮膜那个部分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本来还很难想象 就是说像他们这种大量生产的话 应该不太可能用这么手工的那个做法下去做 就你实际上看他们制作过程 说他们还真的就是手工 然后一次可能只能做五片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 他们的工是下的非常的重的 那这点其实非常不合理 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啦 像比如说这款它另外一个视觉上的特征的话 就是它六点钟那边有一个小小的一个logo 那还有一个其实老实说那个东西 就是我到我看到实表之后 我才注意到的一个细节 就是它这次的陶瓷圈圈 其实做了双色圈 你用了一个很低调的做法 甚至如果稍微你角度一变的时候 你就会以为说那其实只是个反光 或是个影音 你不会注意到是双色 那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我觉得其实算是蛮有气质的一个做法啦 万宝龙这款潜水表的出现 其实还有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万宝龙其实已经默默经营 他们的运动风格好几年了 可是也是一直等到今年的这款潜水表 万宝龙才比较像真正进入了运动表的领域 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就是运动风格的表格 他其实并可能并不具备真正的运动性能 所以过去他们可能在发展一些 比如说三月用表或什么的时候 我们还不会这么直接的把它跟运动表联想起来 因为对我们来说潜水表就是运动表的王者 你今天能够做到潜水表的话 你什么地方都去得了这个样子 对再反过来就是说一旦不做潜水表的话 大家总会觉得说好像你跟运动表 还是保持着一段距离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万宝龙他们其实我相信他们一直有在想 潜水表这么重要一个领域 他们不可能长十几年来放着不管 我觉得其实这是不合理的 他们一定有在酝酿 就是说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点追出什么样的产品 这样子就是说我们先透过比如说1858 然后我们讲山月讲飞行讲军用 那只是他们用了一个比较渐进的方式 1858系列这个名字 是瑞士顶级金星厂Minerva的创造年份 这个金星厂在2006年被万宝龙收购 从此成为万宝龙旗下最重要的资产 一直以来万宝龙也非常努力的把这个历史 比他们还要悠久的钟表老牌 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 所以在2016年时万宝龙正式发表了1858系列 这个系列的核心精神 就是取用Minerva经典表款的外形 或是使用其最顶级的高复杂机芯 来提升万宝龙的万表阵容 而今年推出的1858 Red Arrow 单按把计时码表 就是一个最好的范例 其实Red Arrow它整个设计的话 其实是他们从Minerva大概是 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即时功用这样 那其实像它这些设计里头 比如说像坑纹圈 红箭头 这些东西对老保民来说 其实都是非常迷人的一些特征 再加上说它里头的话 它中间的话还有那个 蜗牛型的那个测度刻度这样子 另外它有个很小的一个地方 就是说你看它9点钟的那个小秒盘里头 其实有个小小的那个Minerva 它们早期的一个logo 它把它藏在那个里头 其实像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我觉得都是 就是他们把Minerva这个品牌的一些要素的话 都发挥得非常好 然后对老表娘来讲的话 其实都非常讨喜 那毫无疑问呢 其实Minerva他们从2006、2007年 就是买下这件表厂之后 它一直都是万宝龙最重要的一项资产 那问题在于说你要把这项资产 就是他们里头这些精品级的机芯 要怎样把它用正确的 一个合理的吸引人的一个表款 来把它包装出去 那像其实Red Arrow的话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理所当然的做法 我老机芯就用老表来包装嘛 其实这是一个很顺理成长的方式 可是除此之外 因为他们这15年来 其实也尝试过各式各样的做法 像同样是在今年推出的 就是除了Red Arrow之外 他们还有另外几款的时候 他们就用一些比较 比较另类的一些方法来处理这个题材 像比如说他们可能用了镂空的面盘 然后或者说他们就是用一些 比较荧光的颜色 荧光绿啊这些比较特殊的颜色 去包装这么古典的一颗机芯这样子 那这可能就是从他们就是一开始就是 古典可装古典古机芯的这样做法里头 延伸出来一种新的做法 也是看看说能达到一些不一样的族群 就是除了对老机芯有兴趣的一些族群之外 是不是有别的吸引力这样子 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在思考 就是说这个机芯厂 这项资产要怎么运用的一些 一些变通的方式 在表团万宝龙拥有非常特殊的定位 他们是置笔起家的德国精品 曾经见证过历史上许多重要的时刻 但是另外一方面 自从2006年并购米勒马机芯之后 他们也拥有了最顶尖的制表实力 所以究竟什么样的人适合来买万宝龙的手表呢? 好首先我们可能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就是说尽管我们都承认说他的表做得很用心 可是问题是他这个品牌本身的知名度 还是大于他们表的知名度 今天大家一定是先认识到万宝龙这个品牌之后 然后才发现说他们底下有做表 而且做得不错 是这样子的一个脉络 再来的话尽管是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还是认为说戴万宝龙的表的人啊 你要懂表 对当然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不懂表 我只是喜欢万宝龙这个牌子 然后就爱无其无买了他们的表的话 当然你可以买到一只很好的表 可是问题是说你可能就不能明白说 你买到个什么样子的好东西 可是如果说今天你是懂表的人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尽管你今天带的是一个一笔起家的牌子 可是你带到的是一只好表 你知道你自己知道说 今天我不是为了这个牌子来卖这只表的 我是因为这只表本身的品质 它可以说服我这个价钱 所以我才来卖它的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比较能够明白说 你自己这笔钱花在哪个地方 你如果否则还是更好 来看看 是 Mutu